各位朋友一鸣老师接着和您聊税法 我们开始讲境外所得的税收管理了 那么国际税收税务这一章 实际上我们说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首先它要解决的是一个跨国征税的问题 就是我们企业有跨国交易 跨国挣钱 在这种情况之下 国与国之间就要坐下来商量商量了 它跨国挣这钱该谁征不该谁征的事 就要签一个国际税收协定 对不对 我们关键要判断什么呢 常设机构税收居民 对不对 然后受益人等等这几个概念 我们要判断清楚对吧 然后判断清楚了以后 知道该谁征了 接下来就是怎么征的问题 那么在第二节 我们首先来讲的是什么 你的人到我这来赚钱 我该如何征他这个事 对吧 非居民企业征税的问题 对吧 怎么去征税率是多少 如果说你把你的分红 留在我们这个地界了 有没有暂免征税的优惠 你要非要拿走 我该怎么去管理 要不要备案等等 咱们都说过了吗 对吧 然后第三节 我们开始讲了 就是我们的人出去挣钱 在回来的时候 我们为了税不重征 我得考虑让他抵啊 他在那边交过税了 对不对 所以到我这 我就要有一个抵扣的问题 这就是境外所得的 税收管理要解决的核心的问题 那么这一节呢 我把它打四颗星 为什么呢 就是相对而言 属于什么呀 属于考计算的 然后还 这一块内容还比较常考的 所以大家要关注一下 当然有的老学员或者是新学员吧 看到这一块 啊 境外所得是柔转管 你看教材 觉得哇塞 忒难了 对吧 我刚才给他放弃了吧 别着急 不要轻易放弃 这一块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啊 当然啊 如果说跟纯知识点比起来 它是有一定的难度 需要我们去理解 但是相信老师 首先这是我们现在什么呢 最后一个要跨过去的山峰了 哎 就是从把这个山峰再跨过以后 剩下再讲什么那个反逼税啊 再讲征管啊 再讲那个法治等等那些东西的时候 一马平川 再也没有难啊 前边再也没有其他的难关 等了大家了 这是最后一关啊 其次跟着老师的思路走 你不会觉得他有多难啊 不要不要去看书啊 不要硬啃书啊 跟着老师的思路走 很快咱们就过去 其实一点也不难啊 其实一点也不难啊 要对自己有信心 当然怎么样呢 建议之后这一块的学习啊 各位同志们 不要开太高的倍速啊 开一个你可以接受的速度比较慢的倍速 静静的听 一步一步的耐心的听老师怎么去讲解的啊 然后这一块咱们慢慢的把它过下来 很快啊 你就会发现 其实最后一道山峰也不过如此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了啊 境外所得抵免 刚才我们我们不讲了吗 为了解决税不重征的问题 你在境外啊 你跨国交易 在境外交过去了 对不对 交过税以后 回国以后 你是我的居民大事人 你是我的这个居民企业 我得找你什么呢 全世界范围内赚的钱 我都得找你征税 对不对 但是我找你征税 你在外边交过税了 这笔钱 那我再找你征一遍税 不对不对 什么了吗 重复征税了吗 对吧 我们说税不重征 是我们设计税制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要求 因此我肯定要需要让你去抵 但问题是抵多少 这个问题 咱们之前讲这个个人所得税的时候 实际上已经给大家有一个铺垫了 大家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就是什么呢 我们在如何计算抵扣的问题上 一定是怎么样啊 把它在那个国家赚的钱拿回我本国 用我本国的税法算一遍 你在我本国赚这么多钱 该交多少税 对不对 然后再拿我本国的税法去衡量 你在那个国家交的税是多还是少 如果你在那个国家交的税多于我本国的 应该交的税 那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为这笔赚的钱 你交的税交的多 对不对 所以拿到本国的时候 我就要想什么呀 我就要想 如果你让你把所有你交的税 全在我本国底扣 等于我本国的 我本国的税机就受损失了 对不对 因为你在那边交的税多呀 你交了多少税 到我这全当代理券了 那怎么样 那我 我这边的税机就有损失了 我这边税机有损失 我这收的税就少了 最后就变成了 我们国家的税务机关怎么样 发善心 做好事 对不对 牺牲我们自己的税收 去贴补你在境外的所得 为的就是不让你少 不让你多交税 这合适吗 不太合适 对不对 税务机关不能这么做 所以我允许你把交了的税 拿到我这底 但是有个上限 上限是什么 上限就是 你那钱在我本国税法环境下 算出来要交多少税 这就是上限了 不能超过它 这个道理 咱们在讲个人所得税的时候 就说过了 对不对 那如果你在那个国家 交的税少了 拿到我本国一算 本国应该交的税更多 怎么办 差的那部分 你还得老老实实在本国补补上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原理 咱们在讲企业的时候 是一样的 当然为了让大家 这个思路上更清晰 我把这个这一整套计算 总结为五个问题 你按照这五个问题 一步一步的去 把这个问题的答案解出来 那么对于国际税收 境外所得抵免 这个事 你就完全就通了 我们来看 都哪五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这个企业 在甲国到底交了多少税 你得先把这问题解释清楚 这个假如说是 假如说我在甲国就交了一百万 交了一百万的税 那我第一个问题就解决了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交这税 我是为什么交这个税 那就是我在甲国赚钱了吧 那我就要解决第二个问题 我在甲国交税钱赚了多少钱 这个钱是B 假如说六百万 对吧 也就是说我在甲国赚了六百万 交了一百万的税 你得把这两个事先弄明白 如果我在甲国就没交税 那就回了以后 你也别想抵了 对不对 我在甲国交了税了 你而且是真金白银交过了 我才有让你抵的可能 对不对 然后我再去问 你是赚了多少钱 交了这么多的税 赚了六百万 然后接下来第三步就是什么呢 把这赚的钱拿到我本国 再看看要交多少税 假如说要交一百五十万 假如说要交一百五十万的税 就是六百万 在我本国要交一百五十万 在那个国家就交了一百万 那于是问题就来了 我在甲国交的税 能抵多少本国应交的税 当然你要弄明白 为什么 我为什么可以抵本国要交的税 因为我这个公司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居民企业 居民企业就意味着 我在甲国赚的这六百万 我是要拿到本国来一起交税的 对不对 我不管你在那交不交税 这六百万 我是要拿到本国来让你交税 然后在交税的前提之下 因为你在那个国家已经交过税了 所以我才会考虑到 让你抵扣的问题 听懂了吗 那问题就是要抵多少 那就比两个数了 一个就是我实际交的税 一个就是按照我国是法算 应该交的税 对不对 看什么呢 看A和C 哪个小吧 对不对 比如说现在这个案例当中 我实际上就在那国家交了一百万 按照我本国算法 应该交一百五十万 谁哪个小 一百万小 对不对 一百万小 那我就允许你抵多少 允许你抵一百万 那换言之 这六百万拿到我本国 应该交一百五十万吧 我就让你抵一百万吧 那换言之就是 你要对这六百万 补五十万的税 不给谁 不给我本国政府 能理解吧 那现在假如说这六百万 不是在那国家赚了一百万 是在那国家赚了两百万呢 不是在那国家交了两百万的税呢 那怎么办呀 两百万和一百五十万谁小啊 那就一百五十万小了 那就意味着 这六百万拿到我本国 应该交一百五十万的税 在你在 在你在那个国家已经交过两百万的税了 那我允许你 把我把这六百万啊 拿到本国 咔咔咔 一起算税 算完税以后怎么样呢 我允许你 因为我把六百万 拿进来以后 我这个算的税 我要交的税就多了嘛 对不对 那我允许你底 我允许你底多少 就最多第一百五了嘛 对吧 最多就第一百五了 你说我交了两百万呢 我多交五十万怎么办呀 在那个国家当代金券使用 对不对 以后在那个国家你赚的钱 然后呢 这个不如国内交的税多的时候 你就可以使用了 对不对 当然 你这使用也是有年限的 对吧 五年 五年 超过五年作废 这之前咱们讲个人所的事 都提过这个问题 好 这个 抵扣限额这个问题也有了 最后就是 我在本国到底要交多少税的问题 那么 从计算公式上来讲 就是本国的所得 再把B国那所得也加进来 全部的所得 乘以本国的税率 这就是我本来应该交这么多税 对不对 然后但是我在国外已经交过税了 所以可以允许我抵一部分 抵多少呢 A和C 就实际交的和我 按本国税法算应该交的 看哪个小 哪个小剪哪个 剪完了以后 就是我最终的那个答案 如果我们考计算问答题 这就是我们最终的答案 明白了吗 所以 想要知道这最终的答案 要知道上面五个问题 五个问题逐步捋下来 其实就很清楚了 一个是 在那个国家 先知道要交了多少税 然后为交这些税 赚了多少钱 这是那个国家的税机 然后把这钱拿回我本国 按本国税法算 要交多少税 然后呢 就是比一比 本国要交的税 和那国交的税 谁多谁少 取那个小的 做最后的那个体检项 然后最后一步就是什么呢 把那个国家赚的钱 拿到我本国赚的钱 里边混到一块 然后统一计算一边税 再把那个该减的减掉 就是我最终的答案了 听懂了吗 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就是这样一个逻辑 当然我说 我说了 肯定同学们觉得 理论上好像知道了 但是形象上 好像不太明白 对吧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场景 把那个 这个国际税收 几免这个问题 给它说的更形象一些 我们来看 这假设 咱们在中国 有一个假公司 他在中国境内赚了三亿元 但是他除了在中国境内赚钱以外 他还有 怎么呢 他还对外 到B国投资了个乙公司 持有乙公司的 这个股权是40% 所以这就他子公司了 在B国 然后呢 这子公司在B国也赚钱 赚完钱以后 又分红分给他 所以你看 从假公司的角度来讲 他不就有了一个境外收入了吗 对不对 那么B国的乙公司 在B国境内赚了两亿 然后B国呢 适用所得税率是20% 然后呢 如果B国的乙公司 给咱们中国假公司分红 中国的假公司啊 站在B国的角度来讲 就是个非居民企业了 我给一个非居民企业分红 还有个预体所得税的问题 对吧 咱们之前就讲过了 我给非居民企业分红分出去 是上年和刚讲的 对吧 要交预体所得税啊 假如说这国家的预体所得税率 也是10%啊 那么从假公司的角度来讲 他除了在境内赚钱 他还接到了子公司 给他的分红 这分红也是境外的 对不对 所以境外有钱 境内有钱 假公司就有一个 要考虑到什么呀 要考虑到境外 所得怎么抵免的问题 对不对 最终我要回答的是 中国的假公司 到底在中国境内 该交多少企业所得税 这也是我们计算问答题的 最后的问题 对不对 那好 为了解决他要交多少企业所得税 那我们就得解决 刚才那五个问题 对吧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假公司啊 在B国赚的那钱 交了多少税 对吧 未交这税 他赚了多少钱 对吧 然后他赚的那钱 拿到中国境内 按中国的税法算 应该交多少钱 对吧 然后看看 按中国税法算的 要交的那个税钱 和我已经交过的税钱比 谁多 对不对 谁少 对吧 谁少就抵谁 对吧 然后呢 把我在之前赚过的钱 跟我中国境内的三亿 放在一起 然后一起算个企业所得税 然后再把我 可以减的那个 A和C 哪个小的那个 作为底检项 减完以后 剩下就是我中国假公司 应该交的企业所得税 对吧 整体逻辑是这样的 对吧 所以我核心要回答的问题 就是我在上面 交了多少钱 对不对 当然 我要把这个问题 再进一步的推演 就是我要想解决 他在我乙公司 这交了多少钱 我现在把乙公司 再往下推演 就是乙公司 他不是自己的完事了 他又在A国 投资了一个丙公司 持有丙公司 60%的股权 丙公司也在本国赚钱 然后丙公司的 所在的那个国家 企业所得税率 30% 预提所得税率 假如说也是10% 那这样的话 就是母公司 子公司 还有个孙公司 还有个孙公司 这就变成 母公司 当然一级 然后两级 对吧 有两级子公司了 再往下可能还有 我就不进一步推远了 因为 为什么我要 我要推演两级的 因为有了孙公司的情况之下 我们能把这个整体的 这个跨国地面 给他说清楚 如果就两个公司的话 这个就说不太清楚了 然后我为什么 不继续往下推呢 因为继续往下推 和那个孙公司的 往上推的道理是一样的 没必要继续往下推了 考试也不会考到 所以最多的讲到孙公司 咱们就以这个孙公司为例 孙公司 如何导到母公司 子公司 子公司在如何导到母公司 把这个逻辑全说清楚了 咱们这一块就通了 现在咱们 把目光放到孙公司这块 就A国的丙公司 咱们先来解决一下 A国丙公司 到B国的乙公司 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何抵免的问题 那么A国的丙公司 我们说还是回答五个问题 他在 A国的丙公司 在境内 首先说他赚了5000万 他赚了5000万 然后呢 他的企业所得税率是30% 那你至少应该知道什么呢 这个丙公司自己 在A国要交多少企业所得税 对吧 我赚了5000万 税率30% 很简单 我要交1500万的企业所得税 对吧 5000万乘以30% 1500万 交完1500万之后 还剩多少 还剩3500万的净利润 对不对 现在 我B国的乙公司 持有A国丙公司 不是60%的股权吗 现在假设 我把我的净利润 其中的60% 分给B国的乙公司 就进行了分红 那分红分给B国的乙公司 分给他多少呢 大家想想 3500万乘以60% 5 6 30 3 6 18 18加3 2 21对吧 所以2100万 就3500万 全部 60% 按照持股比率 60%都分给了乙公司了 那就分给了他2100万 那B国的乙公司 能拿到这2100万吗 不能 为什么 因为给外国 就是非居民企业分红 还得有个预体所得税 税率呢 对不对 所以 2100万 是都分给了B国的乙公司了 但是 不能都给他 其中210万 就10% 210万 要留在A国 作为预体所得税 交给A国的政府 对不对 剩下的1890万 才是真正 给到B国乙公司的 手里的那个钱 对不对 所以站在B国乙公司的角度 他有一笔境外所得 实际赚了1890万 对不对 然后他在境内 还赚了两个亿 对吧 那现在B国乙公司 该交多少企业所得税 因为涉及到境外的 还有境外所得了 所以要涉及到境外所得 抵免的问题了吧 要涉及境外所得 抵免的问题 我们要按五个步骤去思考 第一个步骤 先说清楚 我这1890万 在外边赚的钱 到底交了多少税 对吧 这是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赚的这个钱 到底在那国家 交了多少税 有同学说 老师这还不简单 你这图都画出来了 2100万分给你的时候 交了210万的税 还剩1890万 对不对 所以我赚的这1890万 一定是交了210万的税 有同学说到这个 老师首先很高兴 你这个看得很明白 对吧 然后告诉你 你是错的 对吧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呀 你通过这个图示 你就知道了 这1890万 固然是交了一个 210万的税 但是你要小心 他在交这210万的税的时候 他交210万税之前 是个净利润 对不对 这个净利润有没有交税 有没有在这国家交税 也交了呀 对不对 这个净利润原来是所得 所得到净利润的时候 是不是交过一遍 企业所得税了 对不对 交过一遍企业所得税了 然后他出去的时候 又交了一遍企业所得税 所以一共交了多少 实际上是210万 这儿还有一个间接的 还交了一遍 等于他交了两遍企业所得税 能理解吗 这两遍都是企业所得税 所以都应该算到 1890万的头上 这就好比什么呢 我是直接给了你 2100万 你从我2100万里头 扣了210万 就是你直接 指着我鼻子骂 骂我 这是在羞辱我 对不对 然后我这2100万 从哪来的呀 从境内所得来的 交过一遍企业所得的事了 对吧 境内所得是我 生成我2100万的妈 我爸呀 对不对 你骂我爸 你在这儿 交谁骂我爸 那是不是也是 也是在羞辱我 对不对 所以说这是直接羞辱我 你骂我爸 这是间接羞辱我 对不对 本身都是在羞辱我 所以怎么样 他都是我的税负 对不对 都是我1890万的税负 只不过这是直接的税负 直接找我挣的 这是间接的 这是找我爸要的 这不还 间接还是 还是从我手里要的 对不对 听懂吧 那好 这210万 很显然是我1890万 要交的税 那问题就是 我之前交的1500万里头 有多少应该算到 这1890万的头上 有多少啊 是不是 大家想一想这个问题 如果是你的话 你怎么解决 你看啊 我净利润3500万 是交了1500万来的吧 所以这1500万 对应了全部净利润 3500万 对不对 那我分的那红 我分的这红 这2100万 是3500万的60% 那你说我这2100万 对应了多少的税负呀 这事难吗 不难吧 3500万 整体对应的是1500万 所以2100万 是他的60% 你说他对应的税负是多少 那很显然 1500万的60%吧 也就是 他税负的60% 是900万 对不对 所以 第一个问题就出来了啊 我赚的这1890万 到底在上一个国家赚了 交了多少税呢 交了个直接的210万的税 交了个间接的900万的税 900加210万 一共交了1110万的税 听懂了吗 第一个问题出来了啊 我赚的这个钱 在那个国家交了1110万的税 第二个问题 好 为了交这些税 啊 就是交这税之前 我一共赚了多少钱 就是这1890万 税钱是多少 那这事好办吗 其实也好办呀 我税钱是X 交了个900万 交了个210万 还剩1890万 你说X是多少 很简单呀 就是把我税后这个钱 加上我交过的税 加完以后 1890加210是2100 2100加900是3000 对吧 也就是说 我这1890万 在交税之前啊 在A国相当于是赚了3000万 话言之就是 我在A国赚了3000万 然后在A国交了1110万的税 还剩1890万 拿回到了B国 听懂了吗 哎 那我们这B国的乙公司 我在计算 我因为他B国的乙公司 是他的居民企业 我不是要把世界各地赚的钱 都拿到B国算一遍税吗 对不对 哎 所以我A国一共赚了3000万 我得拿到B国来算税 对不对 所以这3000万 我要把它当做税机 并到我境内所得理 对不对 也就是说 在B国的眼中 我在境内赚了两个亿 在境外赚了3000万 我一共赚了两亿3000万 这都得在B国交税的 对不对 哎 第二个问题出来了啊 第一个问题是我交了 我之前交了多少税 第二个问题是 我在内国一共赚了多少钱 对吧 税后的加上税 是税前的 对吧 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来了啊 我在A国赚了这3000万 要是放到我本国的税法里头 应该交多少税 交多少税啊 B国 他的企业所得的税率是20% 对不对 A国的3000万 要放到B国 要交多少税 那很简单啊 3000万乘以20% 多少 600万吧 哎 所以大家捋一捋啊 这3000万 要在B国交税 交600万 要在A国交税 交了多少啊 交了900 交了1100万吧 对不对 哎 那我问问你 B国的乙公司 把这笔钱拿回来以后 他已经交了1110万了 但是在B国一共能抵多少啊 1110万能够在税前全地方吗 不行了 只能抵多少 只能抵23得6 只能抵600万了 听懂了吧 多交了怎么办啊 多交了当带定券 放到A国这 以后再在A国赚钱 可以当带定券用 对不对 哎 对吧 哎 所以说第三个问题也来了 那么我这个3000乘以20% 这是600 然后呢 900加211 这是我已交的1100 对吧 我们要看哪个小 比比谁小 600小 对不对 所以我最多能抵600 好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来了 什么样 我这个2亿3000万 在B国一共要交这么多税 对吧 一共要交这么多税 其中我已经交的税里边 我最多能抵600 哎 所以2亿3000万 乘以20%是4600万 4600万 最多能够减掉 我减掉600万 那么我还需要交多少 还需要交4000万 就听懂了吧 所以在B国要交多少企业所得税 这事就完了 4000万 啊 要交4000万的企业所得税 那么交完4000万的企业所得税 还剩多少钱呢 2亿啊 境内所得2亿啊 过来的时候交了4000万 还剩多少 有同学说了那还剩116呗 是还剩106吗 不是 你要知道 我B国一公司 最后那个净利润 其实来源于两个方向 一个是境内所得 交完4000万 那个116 还有一个呢 你别忘了 他从上家那还获得分红了呢 对不对 哎 从上家还获得分红1890万呢 所以116加上1890万 一共净利润是17890万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两个事啊 一个就是3000万 一个就是这3000万干嘛呀 他从这绕了一圈 哎 他从这绕了一圈 先交了个900万的税 再交了个210万的税 然后回到我净利润这个坑里 还有一个呢 是两个亿 从国内直接走过来 交了4000万的税 还剩116 俩加一块 是17890万 你看到了没有 这是两条线啊 哎 这是两条线 我B公司啊 在两个地方赚钱 在境内的两个亿 交了4000万 还剩116 对吧 在境外的是3000万 交了两遍税 1890万回来了 加一块 17890万 听懂了吧 听懂了吧 哎 这是B公司 一共赚了多少净利润 好 那现在知道B公司 一共赚了多少净利润了 咱们又开始往上倒了 在B公司赚了 17890万吧 对不对 然后现在我A公司 哎 不是 中国的甲公司 然后说了 我也要分红啊 我持股40% 我要把你的利润里头的40%分走 于是 你看上一步的问题又来了 对吧 我要把你这 17890万分回去 40分走 分走多少呢 17890万 乘40% 我要分走7156万元 对吧 哎 当然 问题又来了 我能把这7156万元 全部都从B国拿走吗 不行 因为B国也有预提索得税率 所以 也是10% 所以你在分红分走的时候 要把7156万元里头的10% 也就是715.6 留在B国 留在B国 交B国的预提 预提的企业索得税 剩下的6440.4 是真正能拿走的钱 要放到中国的甲公司里 对不对 一样的道理 那于是问题就来了 我甲公司在境内赚了三个亿 在境外赚了6400多万 我境外赚了6400多万 那个已经交过的税 有多少能在我境内抵押 对不对 还是那个问题吗 按照五步去走 按照五步去走 首先你就去想了 我这6440.4万 我到底在上一个国家交了多少税 对吧 交了多少税 有同学说了 我知道 老师 还是直接和间接 直接让715 715.6万直接交了 间接这交了4000万 对吧 所以这4000万乘40% 是我间接交的 把那个间接交的 再加上715.6万 就完美的解决了 跟上一步一样 真的吗 不是啊 这里边就有问题了 这也是国际 这个境外所得地面里头 相对人员最复杂的一块 就是因为我还有个孙公司的 对不对 你要注意一个事啊 这个子公司的净利润 我刚才跟大家说的 来源于两个方向 一个是两亿元来的 一个是3000万从这来的 对不对 对吧 它来源于两个方向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说 我直接交了715.6万 这没问题 但我间接交的 仅仅是这4000万 间接交了吗 你看啊 两亿元下来的时候 交了4000万 这3000万下来的时候 它还交了 这边还交税了呢 对不对 所以你要说间接地面 4000万 它间接影响到了 我这笔钱了 对不对 3000万过来的时候 这儿交的税 是不是也间接影响到了 我这边了 对不对 他们都是一样的呀 对不对 所以说怎么样呢 我直接交了715.6 我间接交了多少 我间接交的数 就涉及到这儿 4000万 涉及到这儿 900万 还涉及到这儿 210万 对不对 这4000万加900万 加210万 是我获得净利润之前 上一个环节 总共交到企业所的税 对不对 这仨你都得加上 那现在我在这儿 打一个方块 打一个方块 这方块是什么呢 方块就是我 获得这个净利润 在上一步 全部交的企业所的税 对不对 在上一步 全部交的企业所的税 这全部的企业所的税 都是我上一步交的 对不对 然后我要全部的企业所的税 里头 40% 因为我净利润的40% 分红了 所以这方块的40% 就是我应该取消的 是多少呢 4000 加900 加210 对吧 乘以40% 2044 对吧 这边的方块 我把它称作什么呢 分红钱的实际税付 就是分红钱 我实际的税付是多少 它是要本国实际缴纳的 4000万 对吧 加上上一国 直接缴纳的 210万 再加上上一国 渐渐缴纳的 900万 对吧 要把这三个数都加上 然后再去乘 那个40% 才行 是2400 2044 2044 这大家都明白了吗 你通过这个图示 你就能看明白 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就是这个净利润 你一定要知道 这个净利润 它来源于两个方向 一个是境内的方向 一个是境外的 这个3000万 这个方向 它来源于两个方向 所以你在 你在计算这个净利润 在上一步负担了 多少企业所得税的时候 你不能只把 它上一步境内的 这一块加上 别再把 再上一步的 直接和间接的 也加上才行 就听懂了吧 加一块 是我上一步 所负担的 全部的 企业所得税 再乘以我的分红比重 40% 就得到了我最终的 2044 就是间接支付的 好 那么剩下的问题就好办了 我这六 我赚的这六天多万 直接支付了 715万的税付 间接又负担了 2044万的税付 那我就 第一个问题就出来了 我知道我交了多少税了吧 然后再看第二步 我未交这税 我赚了 我赚了多少钱呀 那么就是还是 把这三个数加一块 也就是 我税后的 6440.4 加上直接交 直接的税付 715.6 再加上间接的税付 2044 加一块多少 加一块是 9200万 对吧 9200万 这不就一样 这不就出来了吗 也就是说 中国的假公司 在它境内赚了三个亿 对吧 然后呢 在币国 它交的这点税呀 税后的这个东西 税后的这6440万 相当于在币国赚了多少 赚了9200万 对不对 所以 这个第二个问题出来了 我知道我赚多少钱了 然后第三步来了 我在国外赚的钱 要是放到国内的税法环境下 它要交多少税 那就9200万乘以25% 对不对 9200万乘以25% 我这除以4嘛 除以4是2300万 对吧 2300万 那9200万 放到我国境内市 要交2300万的企业所得税 它实际交了多少税呀 2044加715 对不对 2044加715 那你看很显然是大于2300万了 对不对 所以第四步问题就来了 我是实际交的税多呢 还是我放到本国环境下 应该交的税多呀 那肯定实际交的税多 对不对 实际交的税多 按照我国税法算 应该交的税少 那我问你 最后允许抵扣的是什么 是抵扣那个小的那个 对不对 也就是2300万 对吧 最多让你抵2300万 你说我还多交税了呢 你多交的税 对不起 当代金券以后用完 对吧 现在不能用 所以第四个问题也来了 知道该抵哪个数了 然后第五个问题 实际交税的问题 那就好算了 对吧 怎么算呀 用我境内赚的钱 加上我境外赚的钱 对吧 境内加境外赚的钱的总额 然后乘以我本国的税率 对吧 3亿9200万 乘以本国税率25% 再减掉我什么 允许抵扣的部分 允许抵扣的部分 允许抵扣刚才说了2300 对吧 然后最后算出来 要交7500万 这7500万 就是什么 就是我这道计算文答题 最后的答案 最后净利润也出来了 当然一定注意 这个净利润是什么 是这3亿元 交了7500万下来的 还有一个什么 9200万 绕过这个环节 交完间接的 交完直接的 最后回来的 两个加一块 才是最终的净利润 2亿8940.4万 对不对 那如果下一个环节 还有企业呢 那怎么办呀 继续算呗 把这个净利润 按照分红比重 分回去 分回去的时候怎么样 要交直接的 预体所得税 对不对 然后这个净利润 还有间接的呢 对吧 间接的 它间接税付是多少 这儿交了个7500万 这儿交了个715.6万 这儿交了个2044万 对吧 这仨加一块 是我这净利润 上一个环节 全部的税 对不对 然后这个全部的税 乘以什么 乘以我分红的比重 就是我分红 所承担的间接税 对吧 分红的间接税有了 分红的直接税有了 然后咱们就 按照刚才那五个问题 再倒一遍 不还可以继续往下倒吗 对不对 所以一个步骤 一个步骤的往下倒 从最开始 那个基层 就是我 我没有再往下赚钱了 对吧 从最开始 那个基层开始 一步一步往上倒 最终倒到最后的母公司 知道最后的母公司 可以抵多少税 然后就能算出 它的境内 它的那个境内 要交多少钱了 这个思路 大家听懂了吗 这就是什么呀 就是境外所得抵免 那通过这个图示 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大家琢磨琢磨 杂门杂门杂门 其实基本上 就不会说太难了 我们在这个 筑块考试的 这个计算文拿题里当 计算文拿题当中 最多最多 就考两级 你看这是母公司 然后子公司 孙公司 最多最多就考到孙公司 再往后有没有 咱们的事法规定 再往后还可以有 但是最多是五级 你先看 现在是两级 母公司到子公司是一级 然后这是两级 对吧 再往后 最多最多到三级 到五级 五级再往后 你说我还对外投资呢 我们国家不认了 跟我的关系 太久远了 对不对 你说我 你找我要钱 找我爸要钱 找我儿子要钱 找我孙子要钱 都是找我们家庭要钱 对吧 你再往后再往后 那就离我有点远了 那跟我就没啥关系了 所以咱们的税法规定 是最多到五级 对吧 最多到五级 不能再远了 所以它有一个底扣的极限 但是考试 考试的极限 是最多两级 通常就考一级 通常就考一级 所以说呢 其实并不难 其实并不难 那我们看 这个在这个 适用间接地面 适用间接地面 外国企业 它的持股比例的计算 这块 稍微再提示大家一下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 这个 按照规定持股方式 确定的五层外国企业 就是说 我可以允许 我上一家 什么叫适用间接地面 就是上一家 给我分红的时候 这不是交了一个 直接的企业所的税吗 对不对 它除了直接 有这个税付之外 这个净利润 在从所得到 净利润的过程当中 还间接承担了 一个企业所的税 对吧 间接收了个税 然后直接收了个税 对不对 然后 然后我这个母公司 抵扣子公司交税的时候 我除了抵扣直接的税 这个交的税以外 我不还能抵扣 这个间接的税吗 对吧 但抵扣间接的税 它是有一个前提条件的 这个前提条件 就是说什么呢 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刚才我说的 五层 对吧 最多只能抵五层 再往后 有六层七层的外国企业 我就不认许你抵了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就是持股比率 还得达到一定标准 达到什么标准呢 直接 该企业直接 或者间接持有什么的 百分之二十以上 股份的外国企业 为什么对这个股 这个股份 百分之二十 还有一个限制呢 大家想想 我去投资一个外国企业 我持股百分之二十以上 这叫什么 这叫开始有重大影响了 对不对 我如果百分之二十以下呢 我就是过去掺和掺和 说不定就是一个短期投资 对不对 哎 那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就比如说 啊 那外国企业直接给我钱 然后呢 你直接 直接找我的钱征税 这不就是直接征税吗 对不对 然后那个外国企业 他自己交了企业所的时候 这外国企业 跟我有很密切的关系 我是对他有重大影响的 对吧 他是我儿子 然后你找我儿子要钱 当然也要算到我头上 对不对 但现在他不是我儿子 他是个路人 明白吗 我就是我们之间是好朋友 对不对 我们之间有点关系 我投了他5%的股权 我投了他1%的股权 哎 就是我们 我俩之间有点关系 但是就是路人 朋友 最多好朋友了 你找我好朋友要钱 你能算我头上吗 大家想想 你能算我头上吗 是不是就有点不太能算了 对不对 那怎么界定这人 是我好朋友 从说法的角度 他怎么能界定 这人是我好朋友 还是我的亲儿子 对不对 哎 20% 哎 20%以上 我们之间关系相当密切了 他是我的人 20%以下 路人 朋友 最多是朋友 那朋友的事 不能算往头上 明白吗 哎 这就是允许你 允不允许你 见见你免的一个 一个界限啊 哎 当然这里边 一定注意 直接或间接 持有25% 又是个什么意思呢 这里是有讲究的啊 比如说 中国居民企业A 到境外投资了 投资持有 甲国企业币 20%的股权 然后呢 又投资持有 以国企业C 18%的股权 然后这甲国企业币呢 他也投资 以国企业C 20%的股权 那我们来看啊 甲国企业币 是不是中国居民企业的 这个可以 见见你免的外国企业呢 当然是可以的 为什么呀 因为他持有20%股权了 对吧 他不是说 持有20%股权 以上的外国企业吗 对吧 那当然包含着 20%股权了 所以中国居民企业A 跟甲国企业B 之间是一个 负责关系 对吧 甲国企业B 给中国企业A 分红的时候 除了 甲国居民企业A 除了能够 抵那个分红的 那个直接交的 预体所得税 甲国企业B 它在本国交 那企业所得税 中国居民企业A 是不是也可以抵 对吧 也就是说 那个间接的 那个 间接的对甲国企业B 收的那个税钱 中国居民企业A说 也得算到我头上 因为他是我儿子 对吧 因为有一个 20%的标准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 中国居民企业A 对一个企业C 它有没有相似的呢 你看 中国居民企业A 对一个企业C 这直接持有了 一个18%的股权 对吧 然后他 他这还有 间接持有呢 对不对 他持有了B B又持有了C 他等于他 间接持有了 多少C的股权 20% 乘28% 20%乘以20% 多少 这间接还持有了4%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 把直接它间接放一块 这持有18% 这持有4% 加一块22% 那甲国 这个中国的居民企业A 跟乙国的企业C 是个什么关系 负责关系了 对不对 负责关系了 对吧 好像就可以 怎么样呢 既直接抵免 又间接抵免了 对不对 但实际上 我告诉你是不行的 为什么 因为税法规定 对啊 由该企业直接 或者间接持有 那就意味着 要不然就是 直接持有20% 要不然就是 间接持有20% 它没有说 直接 并 直接且间接持有 对不对 它不是说 你直接和间接持有 到加一块 它是说 或的关系 或的关系 就是什么呢 要不然你直接 持有20% 要不然你这边 间接持有 比如说 比如说这儿 我持有 协币80%的股权 协币呢 持有且C 50%的股权 那5840 对吧 所以这俩一块 一成 那等于居民企业 间接持有 宜国企业币 40%的股权 对吧 要不然你从 这条线下来 大于20%了 要不然你直接 持有大于20%了 这两条里头 任一条是可以的 但你不能把 你直接持有的 和间接持有的 加一块 说超过20%了 那么这宜国企业 C给我分红的时候 能不能够 直接抵一个 间接抵一个 都能抵啊 就不小了 听懂了吗 就是说 这是货的关系 这是货的关系 不是企业的关系 这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然后下面 我们看一道题 看一道具体的计算题 然后呢 把咱们之前 讲的这个理论方法 然后运用到 计算题上中 咱们看一下考试 该怎么去考 说假如说 我国的居民企业 A在乙国投资 设立了子公司 持股比例是60% 2021年 A取得来源于 我国境内的 所得是2000万 然后子公司 来源于乙国的 所得是800万 然后乙国的企业 所得是 并允许企业 对利润具体 10%的留存 也就是说 利润不能都分红 只有10% 反正留存 然后乙国 对汇出境外的股息 征收10%的预期所得税 请计算A 在2021年 在我国实际 要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的 这个税额 所以你看就是A 我自己在境内赚钱 然后我投资了个子公司 子公司在境外赚钱 对吧 投资比重是多少 60% 所以达到了 那个20%以上了 对不对 然后他给我分红 他给我分红 这就是我在国外赚的钱 我在国外赚的钱 交过税了吧 交过税以后 活了以后 我该怎么抵的问题 对吧 就是这么 就是这么个事吧 计算为拿抵 他考的是什么 考的是一层 他没考两层 对不对 就考一层 所以考一层 其实就已经蛮难的了 考两层更难 但是你说 那这道题怎么做 一定还是老记老师说的 那五个问题 把那五个问题 一步一步分布解决 问题就简单了 那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在境外赚钱了吧 我在境外赚的钱 一共交了多少税 你就要知道 他既然是持股60% 我们之间有密切关系 他是我儿子 所以呢 我把 我从他手里拿钱 找我交税 这得算我头上 对不对 他为了给我分红 他交那税 他也得算我头上 因为他是我儿子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怎么样 直接税 间接税 都得考虑 直接税好说 直接税好说 对不对 我只要知道 他给我分了多少红 然后呢 预体所得税 就不10%吗 对吧 我就可以知道 直接交了多少税 对吧 然后呢 间接税 间接税也好说 以国一共 子公司在以国一共 赚了800万 以国企业所得税率 20% 那间接税好不好说 也好说 800万乘20% 160万 是吗 是吗 当然不是了 对不对 我吃过比率60% 对不对 那160万是 以国一共交的税 我得把这个160万里头 多少 分60%到我自己头上 是吗 是吗 又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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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咱们来看一看 为什么 因为它有个10%的利润留存 我们来看 咱们一步步算 别着急 子公司 你解 因为它要分红 我要计算 我得首先计算 我在它那赚了多少钱 我得先计算 它分给我多少红 它分给我多少红 它的利润800万 减掉20%的企业所得税 还剩多少 还剩640万 对不对 这640万 不是都能分红的 因为什么呢 有10%的利润留存 是要求必须留在企业里的 所以640万乘以1.40% 而1.10% 剩下的才是可以分红的那部分 对不对 可以分红的那部分里头 我持股比率是60% 对不对 然后呢 等于分红的那60% 才是真正归我母公司的 对不对 所以利润乘以留存 把留存的排掉以后 剩下的是可分红的部分 可分红的部分 乘以我持股比重 才是我真正拿到的分红 345.6万 也就是我实际赚了 345.6万 当然 我这345.6万 分出去的时候 要交预体所得税 34.56万 因为乘以10% 所以这个直接税出来了 34.56万 那问题就来了 间接税是多少 间接税是多少 比如说345.6万 到底间接负担了 多少企业所得税 这里边咱们就得 稍微弄明白一点 什么呢 那么我实际 我实际交了多少的 企业所得税呢 我实际交的企业所得税 是160万 这160万对应的是什么呢 对应的是多少的利润呢 是640万的利润 对不对 这个大家能弄明白 我在乙国交了 160万的企业所得税 对应的是 640万的利润 好 现在640万的利润 对应的160万的 企业所得税 我从640万里头 分了多少红啊 我从640万里头 分了345.6万 我从640万里 分了345.6万的红 我就想问 这345.6万的红 对应了多少企业所得税 这不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方程式吗 对不对 你只要把X求出来不就完了 能明白吗 我在这里边 老师当然呱啦呱啦 计算了 计算了一大堆啊 但本质上是什么 本质上就是 345.6 放到这边啊 然后除以640 然后再乘以160 就直接算出来了 算出来多少呢 86.4万 算X 对吧 本质上就是这样的啊 就是全部的净利润640万 全部全部的净利润 一共交了160万的税 对不对 现在我从全部的净利润里头 分走了345.6万 那345.6万负担了多少税 这不就是一个 就这个吗 这个公式大家能看懂吗 对吧 看懂以后去往X就行了 X是多少 86.4万 对不对 86.4万 所以我我这个最终的分红啊 你就履清楚了 我最终的分红 我分走了 我分走了这个 345.6 减34.56 这个分红 直接负担了34.56 间接负担了86.4 一共负担了120.96 这这事都弄明白了吧 都弄明白了以后啊 我们第一个问题就出来了 就是我赚的钱 在境外 一共交了多少税 一共交了120.96的税 对不对 直接渐进啊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来了 我我这个 我这笔钱啊 不是我这笔所得 不是交了税了吗 对吧 那我交税之前 等于我在那个国家 赚了多少钱呢 这事也很简单吧 这事很简单吧 所以第二步这个问题 345.6 哎 这是交议题所得税之前的钱 再加上86.4 一共432万 也就是说啊 我在那个国家 我一共赚了432万的钱 然后呢 交了86.4的间接税 交了34.56的直接税 交完以后 剩下的分红分到我手上了 对不对 所以第二问了 第二问 第二步也知道了啊 就是我这个 在境外赚的钱 优是多少 税前啊 是432万 为什么要计算税前啊 因为我得把税前的这个钱 拿到我本国 按我本国顺法算一遍吧 对不对 所以第三步就来了 这432万 要是在我本国赚的 该交多少企业所得税啊 这事也很喊 很好办吧 432万 要放到我中国 25%企业所得税啊 所以要交108万的税 好 就这钱 放到我本国 交108万的企业所得税 在那个国家 我交了多少 交了120.96万的税 那我请问大家 哪个小啊 那很简单 108万小嘛 对不对 所以我在本国 本国把432万 定进来一起算税 算完税以后 我要从我 那个要交的税里边 减多少 减108万 你不能减120.96万 这120.96万 确实是我实际交的 但因为它超过了 我税法的扣出上下 就不允许多 多的部分就不允许扣了 最多能扣108万 对不对 所以第四步就很简单了 确定 可以减哪个 就是可以减108万 第四步完了 然后第五步就直接算税 就完了 我在本国赚了多少 我这个企业在本国赚了2000万 在境外赚了432万 注意是税前的 加到一块 是我全部的税机 用全部的税机乘以税率 这是我一共要交多少税 我在整个世界赚了那么多钱 一共要交这么多税 但是我在境外 我交个税了 对不对 我在境外交个税了 我要从我一共要交的税里面 抠 刨出去 但我不能刨出去 我实际交的 我只能刨出去 我最多能减的108万 减完以后剩下的500万 就是什么 就是我在中国境内 要交给中国税务机关的 看到了吗 所以你看 这道基础问题 按照老师说的五步 按照老师说的五步 先看我一共交了多少税 然后把我的分得的红 加上我交的税 得到我税前所得 对不对 得到我税前 赚了多少钱 这出来了 后边就都简单了 对吧 我拿我赚的钱 放到我本国 看一下 在本国交多少税 然后比一比 是本国交的税多 还是实际交的税多 对不对 哪个小 哪个作为可以扣除的上限 然后把我本国赚的钱 和我在境外赚的钱 放到一起 统一算一遍税 这是我在全世界 一共要交的税 然后在减掉什么 我允许扣的税 剩下就是我在本国 要交的税 思路清楚了吗 这就是所谓的 境外所得的底解问题 难吗 不难吧 不难吧 我把这题拿下 我相信注快 考不过 这个是考不到大家的 是没有问题的 记住老师这五步 好 那咱们这个计算 这些课 咱们先讲到这 下这课咱们再来讲 境外所得一些其他的 相关的规定 那咱们就下这课见